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额头上中下部都长得宽大 均匀且较突出 一般来说 天庭窄小的人往往难以下于大局面 额头浑圆或者平斩的是智商高而多思的表现 而天庭总体高阔饱满的人智力及观察力都比较强 天资聪明 少年越好 学业成绩也较理想 此外 他们思维逻辑性很强 即使是在糟糕的环境之下 也很容易脱颖而出 成为人中龙凤 前途无可限量 耳高于梅 古时相书记载 耳高于梅一寸大贵 高梅三寸为王侯之格 悠悠说 耳高过梅 智力高超 思想纯正 而耳的高低一般又以上与梅齐 下与笔齐为标准 所以说 耳朵与眉间看齐 或耳高于眉等 都是先天聪明之下 代表学习及理解能力高 过目不忘 耳朵厚实 有耳垂 皇帝内经又曰 肾开窍于耳 耳朵是肾的观窍 而肾主骨 骨生髓 脑为髓之海 这代表着人类的大脑是髓液的海洋 如果你的耳朵厚实圆润 又有耳垂 这代表你先天肾气充足 它间接决定了你智力的高低 当若你是这类面向者 那么做学者 教授 专家等就特别适合你 再加上后天的培养 以后很容易在专业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 耳朵有志 很多人总是觉得面向长智是不好的特征 但其实面向长智究竟好不好 得看看智长在什么部位上 如果要给人的智长在比较明显的部位 例如福德宫 田宅宫等 当然是不好的 但如果一个人的智能够长智耳朵的位置 那么有这样面向特征的男人 是一个拥有的大智慧 头脑聪明 天资过人的聪明人 将来必定会拥有很大的成就哦 俗话说得好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眼睛大而明亮的人很机灵 从小就聪慧过人 不容易陷于糊涂之中 学东西也比较快 他们情感丰富细腻 有极强的观察力和表达能力 适合在艺术文学创作方面 一展所长 不过这类人心比较漂浮不定 难坚持 需要持之以恒的决心 才大有作为 而眼睛小的人 只要瞳孔和眼白分明 且很有神 都是智商高的体现 这类人对数字敏感 头脑灵活 善于分析问题 往往读书成绩较理想 眉毛清秀见底 眉骨突出 秀采一对眉 橘子一双眼 眉毛是人类心神的辅助 它代表了人类情感的变化 若你的眉毛顺直而秀起 根根见底 就证明你是一个 善于思考 学习能力强了人 而这类人文采出众 善于解析文字 如果悉心培养 其文可名扬天下 倘若你的眉形整齐极亮 且每根都看得清楚 不会杂乱无章 那么你也是一个做事 有恒心的人 很容易获得成功 眉骨看起来衰不起眼 但是它配合着眼睛 所以在面相的作用 不容小看 如果一个人的眼睛 长得不是很有神 但是却配上了一双 突出的眉骨 在远处看起来 也显得聪明极了 也会提高这个人 整体的运势 如果一个人的眉骨突出 那么他的性格 会非常较真 往往执着于自己的爱好 会在自己中意的行业 占有一席之地 颧骨饱满 颧骨长得好不好 代表着一个人 是否有自己思维和主见 如果一个人的颧骨 长得很低 甚至和脸一样平 那么这个人 一定没有自己的想法 学习东西 也是人云亦云 如果一个人的颧骨 长得饱满有肉 摸起来挺 那么这个人 一定是个内心有主意的人 就算平常默不吱声 但是他们在心里 一定对事儿 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 鼻梁高耸 山根莲峨 鼻梁隆起的财锦风营 并向学 以鼻为财博功 以鼻梁看一个人的 赚钱的能力 以鼻劲看一个人 尽财的多少 以鼻翼看一个人 理财的手法 以鼻孔看一个人 消费的态度 鼻梁风营者 多智多慧 多见取心 企图心 意志力和抵抗力 自然智力过人 聪明善学 牙齿坚固紧密 牙齿的健康程度 与智商息息相关 皇帝内经约 斥为肾之苗 牙齿是肾的花朵 这就是说 牙齿是肾气外现 而肾主治 如果你的牙齿 是紧密密固的 就代表你先天 肾气充足 所谓先天肾气足 则智慧生 所以 如果你的牙齿 坚固 密质 紧凑而洁白的话 就证明 你天生聪慧 智商高 山林饱满 或许有的朋友 不知道山林 是什么意思 山林在古文中 代表智慧 说的是一个人的学识 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也是比喻老天 给了一个好脑子 面相学中 山林用来指代 耳朵上方 微微凹陷的地方 如果此处 皮肉微长 则是有福的好面相 这种面相之人 有着超乎常人的 记忆力和理解力 学东西 快人一步 十分聪明 且知收敛锋芒 不遭人妒忌 是万里挑一的 人中龙凤 综上所述 长有以上十种面相的人 都比别人天资 聪明很多 不管在学习 工作 还是生活中 都可以找到捷径 因为 他们拥有过人的 学习能力 和理解能力 所以 往往会在很年轻时 就取得成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 是吉祥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